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工作室回应粉丝诉求,不断完善和调整工作方式。 主演的热播剧《公诉》刚刚收官,演员迪丽热巴却因为粉丝围攻DIS其工作室而上了热搜。 在热播剧《公诉》中,迪丽热巴饰演怀抱理想,兼任敏锐的新时代女检察官安妮。 令不少观众眼前一亮。 作为该剧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演员,是尹安妮的迪丽热巴。 在出道十周年之际,选择打破舒适圈,首次挑战公诉题材。 在人生的新阶段里,寻求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。 不过作品刚刚播完,粉丝们却在近期持续向其官方工作室账号发难。 指出工作室在维护艺人形象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问题,请正式粉丝合理诉求。 维护艺人与作品舆论,全平台告黑,作品把控,加强剧内造型把控。 重视每一次活动造型的质感,及时干预负面舆论联动传播。 重视宣传限流问题,重视演员舆论维护,及时辟谣不实信息,还有粉丝表示。 希望工作室正式问题,不要让演员的辛苦工作都白费了。 6月25日,迪丽热巴工作室发文回应粉丝喊话,对于运营、造型、作品宣发、反黑等方面的工作问题进行了回复,并表示会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室的工作方式,改进不足。 工作室在发文中提到,关于大家对工作室工作提出的意见和想法。 工作室已认真阅读,并在内部对大家的反馈和建议展开了细致的沟通与探讨。 文中还具体说到,关于其他平台的运营,工作室会积极拓展。 如ings将列在工作计划内,后续会进行更新。 迪丽热巴工作室也表示。 关于迪丽热巴的造型,不排斥并且也会推进与其他造型工作室接触。 至于迪丽热巴的作品,工作室也直言都非常重视,他的带播作品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项目。 对于大家希望提前沟通宣传的需求,工作室会加大这方面和后援会的沟通,也会吸收大家好的想法和建议。 最后,工作室还提及粉丝最关心的黑粉话题,工作室也在和律师积极沟通中。 有明确的告黑结论以及有阶段性成效的进展会做更新公式。 工作室也会积极和后援会沟通收集反黑诉求。 工作室表示,会不断完善和调整工作室的工作方式。 改进不足,让迪丽热巴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持和保障。 为迪丽热巴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优质稳妥的助力。